我想很多人在裝潢的時候 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風格 各是什麼樣子 但我想觀眾常常在看 朱設計師的作品 就會發現 設計師有非常多不同的風格 可是我就很好奇 你是怎麼樣去 幫每一個人 克制他自己喜歡的風格 我常常會觀察屋主 那觀察他們的談吐 衣著的品味 那我們可能這幾個月相處 下來的一些感覺 那我會依照這些感覺 去給他們一些建議 比方說這個案子 他們選用的綠色系 其實是我給的建議 對 那因為屋主給我的感覺 他們就很純樸 很質樸 就像我是鄉下的小孩 來一樣那種感覺 那我會覺得像這樣 淡淡的草綠色 很適合他們的性格 那喜歡我的設計 絕大部分喜歡一些新古典 那當然某部分程度 會需要有一些華麗的元素 所以我們從這些 線版的細節 包含說家具的選用 甚至家具的材質 這些細節來勾勒一些 奢華的部分在裡面 所以軟件也是很重要 就是包括可能我們看到的 窗簾 燈式那些的 是 做室內設計師 這每一環都很重要 不管是從格局開始 那從設計到壁面的一些 裝飾的細節 那小到這些家具 甚至您剛才講的這些燈具 吊燈 避燈 每一個環節我覺得如果說 不是那麼相稱搭配的話 可能你沒有辦法得到一個 這麼完整的作品 這樣聽起來好像 設計師其實會開發到很多人 他都沒有發現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什麼樣子 真的 我常常遇到這樣的情形 那客戶一開始溝通的時候 慢慢慢慢溝通下來敘述 他可能想都沒想過 比方說我們現在這個案子 我一開始給他們建議綠色的時候 他們還質疑說綠色可以嗎 或不會 你知道屋主一開始跟我說 敢不敢滾贏呢 他搶像軍營一樣 但事實上 他們後續來看的時候覺得 哇 太漂亮 綠色也可以運用成這樣的樣子 比如說像餐廳那面牆 是綠色勾勒一些金邊的線條 我們可以跟我們的單人沙發 做搭配 那單人沙發 我們也選用一個 綠色的絨布 做它的外邊的扶手 讓它跟整個公共空間的顏色 是相稱搭配的 所以這樣聽起來 如果真的想要找出 自己內心喜歡的那種設計的風格 真的要找對一個好的設計師 然後好好的聊一聊 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 是 想欣賞更多 珠黃石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大家請多點 我們請來 我們請去 各個 各個 某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